哈喽大家好 回来了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视频里边出现的时候呢 大家会经常问到的一些口红 因为我要在嘴上试色嘛 所以呢我就想从浅到深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要说就是这个贝宁菲这个胭脂水 买的是粉色的 它是可以涂在嘴上 也可以点在脸颊这块当腮红用 它是可以涂在嘴上 然后也可以点在脸颊这块的 然后把它拍开当成腮红 有一个视频里边涂的就是这个染唇液 然后就有很多美少年在下边就问我 想给大家在手上看一下 涂上之后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粉嫩的颜色 它是带有一定的染色效果 喝水啊也不会沾杯 吃饭什么的也不容易掉 真的非常安利大家这个染唇液 最关键的是它涂上就是可以淡化唇纹的 就是这个嘴看起来就是那种 又粉又嫩又粉又嫩的那种感觉 涂完之后有一种完全被自己的嘴吸收的感觉 就是跟自己的嘴绒为了一体 特别特别的干爽 就是这样完全都不会沾到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阿玛丽的黑瓜501 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口红 自然也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频里 最关键的是只要它一出现在视频里 评论里边就会有人问 833这期的口红好好看呀 快告诉人家是什么色号呢 这个唇用呢也是这种非常粉嫩的颜色 但是呢它是光面的 大家都知道唇用嘛 一方面比较粘 另一方面呢比较容易粘背跟脱妆 然后这个的话呢也是这样的 这个呢它就会比贝林菲那款 那种偏红也会更显气色一点 次带这种呢有点油腻腻的这种光泽感 也会给人一种非常想亲的感觉 但不行实在是太油腻了 这种比较油腻的东西啊给稍微细一细 立刻去掉这个油光 然后这个颜色呢会完全的保留在自己的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NARS的特别火 这个豆沙粉色 它是一个哑光的一个质地 这个颜色涂在嘴上是一个非常温柔 然后又比较知性的一个粉色 其实它这个颜色呢 又比较接近于自己本身的唇色 但是呢又比自己本身的唇色呢 又更粉嫩更偏红润一些 像我平时呢都喜欢用这个口红来搭配一个纯亚光的一个妆 亚光的底妆 亚光的腮红 亚光的眼影 甚至连高光都是亚光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喜欢不灵不灵闪闪的东西的 就是呢我可以为了涂这个口红呢 可以全脸不加任何珠光跟闪片的东西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YSL的圆管12号色 圆管12号色呢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色号了 号称是斩蓝色 这个颜色我真的非常喜欢 涂上之后呢也是一种带有光泽感比较润 它涂上之后是一种非常可爱很有朝气的一个感觉 它本身的质地呢比较润 就会很容易脱妆啊沾背 如果总是说话啊什么的 就会比较容易在嘴里边就会有那种 击下这种情况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露华诺的308 它是一个红褐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更适合秋冬一点 因为它颜色比较深嘛 它也是一个非常显气质的颜色 颜色什么我是一百分之喜欢 但是呢它的这个质地的话就比较黏 还有一头这种透明的唇 唇油吗 一次都没有用过 然后今天呢我试一下吧 我觉得它还挺好看的 有一次我是先涂这个口红然后刷牙 刷牙之后呢这个口红卷还在 在不补口红的情况下呢它可以挺半天是绝对可以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草妈三后现在的频道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